这关情况还是有点复杂的 不过呢 好在有两个罐子开局 三路伤害看起来不高 不过这巨人怎么就残血了呢 哎 又来了一个红眼巨人僵尸 咱们看看血量 这个红眼巨人僵尸只有一千出头啊 不过打三路啊 这几个寒冰射手这两个巨人应该是够了 哎呦 是我小桥三路了呀 变了一个窝寡海 没关系 没关系 三路就一个寒冰射手了 咱们再上一个盲盒 三路就慢慢打吧 我们肯定是不能死磕三路的 我们得先吃吃二路的相机回来 我觉得三路有毒吧 放了这么多盲盒过不去 就一个寒冰射手和杀铁咕有这么难打吗 四路还有很多相机回 不过想吃四路的话得先解决五路 五路元素咕下面还有真割 看到没有 所以五路的输出是非常恐怖的 哎呦 这个毁灭咕 等等 我三路的盲盒怎么把 变身之后的气球都给炸没了呀 而且这毁灭咕居然还出了一个大蒜 如果这个大蒜好像是泪鬼啊 兄弟们 我们有这个大蒜的话 可以直通一路绕过一路的高坚果了 漂亮 气球僵尸啊 无论去一路还是三路都可以过关的 这樱桃真该死啊 我去 哎 机枪射手又来了 很不错 咱们还吃到了很多二路的相机回 三路还过不了吗 什么情况 这个铁桶僵尸把磁力固吃了 应该可以过 我去 三路有毒吧 这三路 这下我三路变了一个高坚果 而且还是1900血的高坚果 总没问题了吧 哎 巨人僵尸来了 五路是一个非常令人头疼的一路啊 有伤害 有减速 有冻结 啥都有 就是没有巷子魁 气不气 很难受 咱们巨人一直被击退 过不去了 先吃吃四路的巷子魁 哎 不然咱们阳光肯定是不够的 哎 漂亮 气球僵尸 专刻这些花里服装 我欢迎大海 欢迎沙漫 我欢迎沙漠 处处充满色彩美丽的地方 开心花天飞 又再有一晚风雨 一爷爷的奶奶的爷爷 怎么每次吸入僵尸 总能碰到磕他的植物呢 现在咱们一三路解决了 二路的这个大蒜反倒成了麻烦 不过呢 二路这两个地势王是可以协助咱们 盲盒变身的 就看能不能来一个能解决大蒜的僵尸了 小偷来了 能不能把大蒜给偷了 我觉得小偷血量太低了 被地势王给砸死了 哎 五路又来了一个高坚果 这下有希望了 哎呀 高坚果再配上机箱射手 这波完美了 顺带机箱还能打四路的箱子鬼 你爷爷的奶奶的爷爷 什么意思啊 老是针对我呢 哎呦 这个高坚果来的就有点气人了 四路还变了一个狼瓜头 这波冰车还是非常漂亮的 至少呢 他把五路的蒸葛给捞了 现在五路呢 就剩一个元素菇 还有一个高坚果 不过咱们吃高坚果的时候呢 元素菇是打不到我们的 五路我就直接多放几个姜丝葱了 哎呀 不过来了一个辣椒 早知道有辣椒的话 我们就不用放这么多盲盒了 上面也来了一个小丑 能不能炸一下二路的巷子鬼 哎呦 这个位置大 没炸到巷子鬼 那现在二路怎么办呢 咱们就剩200多阳光了 如果再解决不了这个大蒜的话 这把咱们就寄了兄弟们 五路肯定是通关了 冰车 冰车把大蒜给捞了 这也没什么区别啊 大蒜绿不绿都没什么影响的 现在咱们还有200阳光 只够放两个盲盒了 请不要相信 胜利就像山坡上的蒲公鹰一样 破手可得 但是请相信 世上总有一些美好 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哪怕粉身碎骨 那现在咱们还有两个盲盒 过两个地磁王 吃个箱子鬼 哎 不过分吧 我操普通僵尸 哎 别这么玩啊 咱们就剩最后一个盲盒了 你要是再来普通僵尸这种玩意的话 那就当心你爷爷的奶奶的爷爷呀 哎呀 还好吃个窝瓜僵尸 吓我一跳 这种情况我姜王老大哥怎么还不来呀 这种局来个姜王老大哥的话 那不得成绝杀吗 现在咱们还能放三个盲盒啊 留一个兄弟们留一个 哎 牛生鸡路上有回血 那肯定得跟上呀 漂亮 有牛生鸡王河的回血 咱们不用变身 都能打同二路了 哎 问题不大 天空却为蓝色 转弯有钱之后 别无人请写个 每一份每一刻 出生了